多少呢 88增加将近一倍 哇 真的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好的见证 今天我要讲的家庭乐的专题是讲婚姻 你觉得你婚姻的幸福指数有80分以上的举手 有80分的 宋新辉也没有举手 这个很惨啊 OK 不错不错不错 希望大家是很真实的 不是怕你太太等一下会骂你的 好 刚刚他们有提到他们 幸福指数增加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什么 就是用上帝的话来经营他们的婚姻 所以今天一样我们要给大家看一段 很重要的经文 好 我们一起读创世纪 我们要从第二章的十八节到读到二十五节 好 请 那人便给一切深处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寿都起了名 只是那人没有预见配偶帮助他 好 我们再读二十一到二十五节预备 可以称他为女人 因为他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以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 并不羞耐 好 刚刚我们读的这段经文 记载人类第一个婚礼 新郎是谁 亚当新娘是谁 夏娃 媒人是谁 媒婆是谁 上帝 主婚人是谁 正婚人是谁 伴郎是谁 伴娘是谁 招待是谁 插花是谁 官礼者是谁 通通都是上帝 所以这个是人类的第一个婚礼 所以今天我们要了解 我们怎么样有一个美好的婚姻 那就要回到第一个婚礼 我有写一本书叫做 原来创世纪这么重要 看过的举手 还是没有很多 这本书是最薄的书 你们当中有很多人买我的书 都回去当枕头用的 我知道 这本一定要看 这本很薄 这本书你看原来创世纪这么重要 为什么创世纪很重要呢 因为摩西五经 创世纪 初埃及纪 立位纪 民宿纪 生命纪 这个叫摩西五经 圣经的头五卷书 它被称为叫做圣经真理的苗圃 苗圃的意思就是 每一个苗圃会被移植出去 再发展出一个更大的花或者是树 这个叫苗圃 创世纪被称为叫做苗圃中的苗圃 所以创世纪可以告诉你所有圣经里面最基本的真理 最重要的最原则性的真理 所以今天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我们可以来看婚姻的很重要的一些真理 好 我们再读一次第二章18节 好 上帝说人独居怎么样 不好 大家还记不记得我上次有提到 当上帝在创造万物的时候 一开始说好 到第六天造人的时候说什么 圣好 但是有一件事情不好 就是什么 独居不好 所以婚姻 我想第一个我们要先建立的一个信念 就是婚姻是上帝的设计 跟你朋友讲说 婚姻是上帝的主义 来跟他讲一下 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讲这个呢 因为越来越多人不想结婚了 越来越多人觉得婚姻绝对不是一件美好的事情 这个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什么 坟墓 真的 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会很难过就在这里 就是看到 我相信每一对夫妻 尤其现在都是自由恋爱 你们当中有谁嫁给你的老公是被卖给他的 有吗 现在大概没有了 以前可能有 都是每一个都是自由恋爱 有的爱得要死要活 甚至要闹家庭革命 你们当中有多少人你结婚的时候 一开始父母是反对的 有没有 有没有 一开始父母是反对的 有姓儒的爸爸给静辉考验了三四年才通过 所以 但是我们都拼命 非他不娶 非他不嫁 对不对 但是呢 怎么到最后 非离分不可 所以婚姻实在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 所以有很多人认为婚姻是爱情的魂幕 所以干脆不要结婚 对不对 我常常在婚礼里面讲一个笑话 你们很多人听过很多次 有一些人没听过 结果有一个人他到精神病院去参观 那个精神病院院长就去让他去参观每一个房间 结果他到了一个房间 房间就看到有一个男的 不断地堆心瓜 垂心 然后口里面又有词 阿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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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问他说到底这个人是怎么回事 他说这个人很可怜 他爱上一个人叫阿花 但是这个人后来嫁给别人了 之后他就疯掉了 所以就住进来了 他说这个阿花一定是一个多么美好的人 后来又到另外一个房间 看到另外一个男的也是坐在一张摇椅上面 不断地在那里摇 嘴巴也是很阿花 阿花 阿花 他说这个人是谁呢 他说这个人也是一样 他也爱上了阿花 但是后来阿花嫁给别人了 他就受不了打击 就发疯就进来 我说哇阿花实在太厉害了 到第三个房间 看到有另外一个男的 他也一直拿他的头去撞墙 不断地撞 然后口中也是念念有词说 阿花 阿花 阿花说哇 这个阿花实在太厉害了 莫非这个也是被阿花抛弃的人吗 他说不是 这个是娶了阿花那个人 娶完没多久就发疯 然后不断地撞墙 我干脆去死算了 你可能觉得这个是笑话 但是我看到婚姻 真的就是这样啊 所以你们刚刚 婚姻幸福指数有八成的人 但是原谅我讲 大部分的人真的都觉得 婚姻实在不是一个好主意 所以现在呢 很多人干脆不要结婚 但是呢 第一个我们应该 请问环境比较正确 还是上帝的话比较正确 所以刚刚你的 我们诚实地说 你的婚姻幸福指数 只有五分以下的 举手一下 没有人敢举手 因为一定很少 六分以下 刚刚不是 对不起 六十分以下 六十分以下 对了不可能五分 sorry sorry 五十分以下举手 五十分以下 大家把眼睛都闭起来 不行啦 六十分以下举手 你看都不诚实 怕那个 没关系 你已经结婚了 或者还没有结婚的 这个都跟他讲 婚姻是上帝的主意 来跟他讲一下 我们一定要建立 弟兄姊妹 如果你宣告这个 而不是你心里面 我在这里特别要说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 可能你对婚姻很失望 你觉得我干脆离婚 然后我以后也不会再结婚 这个不是上帝的主意 我们当中有年轻人 还没结婚的 你也必须要撤销这个判断 我们当中有一些年轻人 可能你觉得 我觉得婚姻不好 为什么要结婚呢 我不想结婚 不 婚姻是上帝的主意 上帝创造人的时候 说圣好 但是独居怎么样 不好 这个是第一个 我们一定要先建立的观念 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的 这个人类的第一桩婚事 很重要的 你会看到两个很大的主题 就是上帝设立婚姻的目的是什么 第二个是 上帝设立婚姻 他有设一些原则 弟兄姊妹了解这两点非常重要 有很多时候为什么你 你会发现 没有嘛 婚姻根本就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原因很简单 第一个你没有了解目的 第二个你没有按照原则 你们一定有一种经验 可能人家送给你一个什么机器 还是什么东西的 用一用你就说不好用 其实有很多时候不好用的原因 是因为你不知道它的目的是什么 比如说这个麦克风 它的目的是什么 你拿来打人 你就觉得当然不好用 太短嘛 打人 或者你不会用 是吗 有的人常常不会用这个 有的人也不太会用麦克风 所以难怪你就觉得 这个麦克风不好用 是 所以今天我们要从这段经文 来了解婚姻的目的 如果你的婚姻 你了解婚姻的目的 朝向这个目的去走 而且你按照上帝设立婚姻 建造美满婚姻的这个原则 来经营婚姻 你的婚姻一定会成为 极大的祝福 阿们 跟你旁边祝福一下 祝福你婚姻成为你极大的祝福 还没结婚呢也要祝福他 好 第一个我们来看 上帝设立婚姻的目的 好 好不好 这段经文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 预和华神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 帮助他 耶和华神用途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 和空中各样飞鸟 都带到那人面前 叫他叫什么 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 野地走兽都起了名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好 这段经文 一开始上帝就说 那人独居不好 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然后最后一句话说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 那中间为什么要加入这段话呢 我在读圣经的时候是很喜欢常常去想 这段经文跟这个经文有什么关联性 这个是独经很重要的秘诀 你们知道我在问什么吗 就是说上帝说我要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然后接下来他为什么要讲这段话 什么他把各样的走兽飞鸟都带到谁面前 亚当让亚当帮他取名字 取了没 取了 然后之后才说 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呢 为什么这两句话中间要插这段呢 这个有目的的 上帝有目的的 我想有三个目的 第一个 原来感谢上帝 上帝没有从动物里面为我们找配偶 一个一个过去一个过去都不行 这个都不行 感谢主 这个上帝没有 感谢主没有帮我配一只母老虎 感谢主 哈利路亚 也没有帮我配一只母猪 感谢主 上帝帮我配的是什么 女人 哇 前面是 Oh my god 这是Oh my darling 感谢主 跟你旁边说 上帝没有把动物配给你 这个为什么很重要呢 弟兄姊妹 你们知道今天有很多人 他对人很失望 干脆养什么 宠物 对不起啊 我没有说养宠物不好 你们有养宠物的举手 不多 但是呢 弟兄姊妹 我觉得你一定要了解 包括你是单身的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也许你这一辈子不一定会结婚 但是呢 独居不好 也并不代表不结婚就一定不好 但是就是他在强调一件事情就是 上帝要你跟人连结在一起 羊宠物 羊宠物绝对不能解决你生命寂寞的问题 人一定要跟别人有连结 所以弟兄姊妹我在这里仍然要劝 我们教会是很看重 你要进入小组里面 你不能只跟上帝有关系 我知道我们教会里面有些弟兄姊妹 你跟神关系很好 但是上帝要你跟人有连结 这个是上帝创造你的时候 就是这样设计的 所以你不能一个人过日子 独居不好 单身的人 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或者说我们当中有一些人 你现在已经是上偶 这个没关系 你还是可以跟人 因着跟人有连结 你可以有幸福跟健康的生活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为什么上帝在讲说 我要帮他造一个配偶之后呢 在讲这一段 亚当帮每一个动物取名字 这个有一个原因就是在告诉你 他在告诉你亚当这个人怎么样呢 好来 我们当中你只要是男人的 请你知道 第一个上帝给你权柄 男人是有权柄的 你们知道取名字 代表一种你对他的权柄 所以我知道有一些人 他们生了孩子叫谁取名字 有的叫牧师 他很尊敬牧师 有的叫谁 叫阿公 你们没有吗 你们有谁的名字 你的名字是阿公帮你取的 有没有 对嘛 就是很尊敬这个权柄 所以你旁边是男人的 跟他讲说你非常有权柄 来跟他讲一下 第二个呢 取名字除了代表权柄之外 取名字代表他的能力 我跟你讲 你们知道要取名字很困难的 知道吗 取名字很不容易的 取名字要取得好 哇 你就能够祝福这个人 取不好呢 甚至他会给人家取很多绰号 对不对 所以有很多人要到 附政事务所去申请改名字 有一个人他的名字 他叫吴仁耀 你看多可怜了 有一个叫富不祥 不知道爸爸是谁 可怜了 有一个叫咸西范 你看这甘味了 有一个叫呂同志 有一个叫游泳池 你看 本来是蛮好丁的 有一个叫真讨厌 你看 有一个叫讨人厌 还有一个叫廖诗进 你看 本来都是蛮好的名字 麦淫 你看 有一个叫甘女 死见人 有一个叫夏健 你看这个名字怎么会取将呢 这个陆家三兄弟太可怜了 陆一点陆两点陆三点 有一个叫简胜的 村的啦 简胜的 古飞坛 你看怎么会去 我在大陆认识一个人 叫义群 这个名字很好 又好听又有意义 有义人群 但是很惨 你知道他姓什么吗 他姓朱啊 很惨啊 你们知道我们认识一个人 叫欧志平 他从小人家就叫他欧一边 欧志平 我以前在神学院有一个学生 他的名字叫薛石远 蛮好叫的 但是缺食人的缺十块 所以他从小就说 缺十块啦 我在大陆认识一个牧师叫刘淫妇 你看多可怜啊 淫妇 我们教会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 他们为孩子取完名字 要先来找我一下 我会帮他想一想 所以取名字没有那么简单 所以这段经文最主要 为什么他先讲这个 其实他要告诉你 其实有很多男人能力很强 权柄很大 但是他觉得自己很骄傲 感谢主 圣经在告诉我们 男人你不管能力再强 你需要女人的帮助 有人讲说 是男人需要女人 不是女人需要男人 当然我没有完全赞同这句话 因为他说圣经是说 我要帮他造一个女人来什么 帮助他 不是说造男人来帮助女人 所以我觉得男人要谦卑 你要很珍惜跟感恩 女人给你的帮助 这个跟你旁边的男人说 你要很珍惜你的妻子 来跟他讲一下 真的我发现很多男人 我曾经认识一个建设公司的老板 很有钱 然后他离了婚 离婚了 然后他就 我一次跟他聊天 他就说牧师你帮我介绍一个 你们教会的原住民 我就说为什么你要我帮你介绍原住民 因为原住民长得比较漂亮 我说那你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现在决定我结婚以后 是要娶一个老婆回家当花瓶 这个就不尊重女人 我才不会帮他介绍 女人只是拿来当花瓶 错了 女人很重要 跟你旁边的男人说 是你需要女人 不是女人需要你 真的 其实坦白讲 我觉得我比较需要我太太 我太太没有那么需要我 感谢主 那女人要帮助男人什么呢 绝对不是生儿养女或做家事 好 所以第三个原因 为什么上帝在讲说 要帮他造一个配偶的时候 然后最后说还没有遇到配偶帮助他 中间插这句话呢 很重要 因为他要告诉你 你千万不要以为 婚姻只是为了解决孤单的问题 婚姻不是只是为了两个人 甜甜蜜蜜 亲亲我我 上帝中间插这句话在讲什么 他在提醒 上帝给男人的使命是什么 就是管理这个世界 所以婚姻的眼界要广一点 婚姻绝对不是只是为了你们两个人的幸福 所以简单讲 婚姻的目的是为了完成上帝 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那个使命 这个是你一定要搞清楚 所以婚姻绝对不是为了解决性的问题 如果有人你结婚只是为了解决性的问题 你千万不要结婚 婚姻也绝对不是为了传宗接待的问题 然后也不只是为了解决孤单的问题而已 婚姻是为了同奔天路 一同服侍族 这个才是婚姻最主要的目的 所以真的我觉得 刚刚我们看到明庆跟家增 我觉得我们教会将一对一对的 美好的见证 就是圣经说 一人追赶千人怎么样 两人追赶万人 谢谢主 我真的觉得 我常常告诉别人说 我怎么知道上帝很爱我 就是他给我一个非常好的旗子 所以你看我们两个人 我真的觉得我们一个人不如两个人 两个人加在一起 那个力量就非常大 所以圣经有这段话 传道书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传道书这段经文 我想是最能够来告诉我们 婚姻的美好 来我们一起读一遍 请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 因为两人劳碌同德美好的果孝 若是跌倒 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 若是孤身跌倒 没有别人扶起他来 这人就有祸了 再者两人同睡就都暖和 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 有人公胜孤身一人 若有两人便能抵挡他 三骨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 对你看这里讲到 两个人比一个人更好 两个人可以一起做 会得到更美好的果孝 然后两个人可以彼此扶持 这个我觉得夫妻有时候 他软弱我就扶他一把 有时候我软弱他就扶我一把 然后夫妻可以彼此取暖 两个人同睡就暖和 然后呢就不会被敌人打败 有时候丈夫糊涂 妻子可以帮助他 妻子糊涂 丈夫可以帮助他 三骨合成的绳子 就不容易折断 所以其实上帝要借着婚姻 真的让我们可以做更大的事情 Amen 跟你旁边说婚姻可以让你做更大的事 感谢主 我们我跟乔林牧师 我们刚刚从大陆回来 我们第一站就是去 我们这个薛大哥跟玉兰姐 他们在我们都知道在大陆开拓的 在幸福城开拓的一个教会 叫幸福教会 我们这一次去帮他们两周年 感谢主他们已经两周年了 但是这个教会已经很有雏形 这一次他们有14个人受洗 比我们还要多你知道吗 比我们受洗还要多 那我真的觉得你看 两个人 他们夫妻两个人 虽然都上了年纪 但是他们就很合一在那里工作 就可以为神建立一个教会 我真的看到那个合一的力量 我觉得薛大哥是不大讲话 你们当中大部分的人不大认识他 可能都没听过他讲话 他是一个不大讲话的人 但是他真的很爱 这个幸福城的那些弟兄姊妹 你知道薛大哥 他在两年多以前被诊断肺腺癌 医生跟他讲说 你大概活不过2016年的6月份 感谢主 现在是几月份了 2018年的5月份 他已经多活两年 我很少看到薛大哥流泪 我那天去探访他 他流泪说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恩典 而且你知道他这两年 不会痛 他不愿意做化疗 也不愿意做什么放疗 电疗那些 他觉得他就是要 所以很感恩 上帝有给他这个恩典 今年3月份他们要再去 他的主治医生是反对的 你现在身体这个状况 你到大陆去 你万一有什么事情怎么样 但是呢 真的我觉得他那个心就是爱 幸福城那个地方 所以感谢主他们3月份去了 5月14号回来 我真的觉得 他回来的第一天就开始生病了 所以那天那个主治医生就建议他说 你要不要做化疗 这个还有三成的希望 他两年前就拒绝做化疗 现在怎么会做化疗呢 他说我们那天去探访他 他竟然说他想做化疗 我们说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他觉得他的妻子需要他 他觉得我要敬丈夫了 因为我们知道 你知道他80岁了嘛 在已经末期都扩散 他要再做化疗 那个会很折磨的 医生跟他讲说 你一定会非常痛苦 但是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那个薛大哥真的是铁汉柔情 他就要为他的 因为他真的 我真的觉得他是一个好丈夫 你知道他放心不下他的妻子 为什么呢 因为你知道吗 你们当中有多少 哪一个丈夫 你跟你妻子出门的时候 出国啊 或者去旅游 是你帮他整理行李的举手 有吗 是你 你丈夫帮你整理行李 真的吗 不是你看错了 都是男的 女的帮男的嘛 差不多都是这样嘛 有没有 你的丈夫帮你整理行李 让你出门的有吗 有人有啊 没关系 这个是很光荣的事情 来举高一点 有一对 来给他鼓掌一下 我们家是没有 因为我们家各自独立 你整理你的 薛大哥从年轻 他们已经结婚50年了 从年轻到现在 出门都是他整理的 所以他就 其实他本来很潇洒 我真的看见他没有丑隆 没有抱怨 没有哀恨 但是为什么最后他想做会 因为他开始观察 他觉得他的妻子应该还蛮需要他 谢谢 我觉得这个就是 所以夫妻 那个 那个童心的力量是非常大的 好 所以婚姻不应该只是享受两人的世界 爱情的甜蜜 婚姻也不应该 如果你的结婚的目的 只是你想要甜甜蜜蜜的爱情 或者说你想要建立一个幸福快乐的家庭 我没有说这个是不对的 但是不能仅止以如此 如果你的婚姻不能祝福你 去完成上帝的使命 甚至妨碍你服侍上帝 我真的要说保罗告诉我们 宁可不结婚 如果婚姻不能让你更好的服侍主 你宁可单身 这是保罗的教导 你们这些还没结婚的人 阿们吗 阿们吗 阿们 你知道那个我们的琪琪 站起来一下 琪琪 琪琪宋徐线起来 往后转一下 你们觉得她漂不漂亮 非常漂亮 所以有一个妈妈 现在妈妈 现在都父母帮孩子在找对象 有一个不是我们教会的妈妈 就来找琪琪说 我儿子想要介绍给你 你知道我们宋齐全很潇洒 她只讲一句话 如果她愿意跟我去伊拉克就可以 真的吗 真的是这样吗 没有别的条件 太好 我等下帮你呼召一下 所以婚姻 你千万不要只是为了 我发现有很多人 我这里要特别奉劝 还没有结婚的女生 或者你现在是失婚的女生 如果你是为了孤单而找配偶 你一定会失望 可能有很多人结婚会更孤单 因为上帝从来没有要你去依恋一个人 只有谁能够让你不孤单 跟你旁边说 只有上帝能够让你不孤单 来跟他讲一下 所以我在这里要奉劝我们每一个人 你一定要了解上帝设立婚姻的目的 然后你的婚姻才能够得到上帝最大的赐福 发挥最大的功效 一人追赶千人 两人追赶万人 我们很期待 其实我们教会 我常常说我们教会有很多很多的夫妻 我觉得已经有这样的美好的见证 求主帮助我们 好 那么妻子要怎么样帮助丈夫呢 我们教会很看重这节经文 箴言20章第5节 请 我们教会很看重这节经文 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上帝所造的人 他里面一定都有很多美好的东西 就像那个深水一样 需要有人歪口紧把他引出来 那个人叫什么人 就叫做明则人 所以我们每一个做妻子的 你要怎么样帮助你的丈夫呢 很重要 你就是要看好你的丈夫 成为你丈夫的明则人 跟你旁边已经结婚了 妻子跟他讲 你要成为你丈夫的明则人 你们这边还没结婚的 也可以先劝告一下 所谓的明则人呢 就是要做推手 推手 推手就是把他推出去 你可以的 你绝对可以的 牧师叫你这个礼拜做见证 你可以的推手 第二个要做什么 拍手 每次他讲完就 你真的讲得很好 再来呢 要放手 不要不放心他 再来要什么 举手 举手干嘛 为他祷告 主啊 求你帮助他 不要做什么 打手 每次他讲完就打他 甚至做杀手 我觉得你讲得很烂 你下次不要再讲了 也不要做什么 黑手 就背后一只魔掌 在掌控你的丈夫 所以要推手 拍手 放手 举手 不要打手 黑手 这个是很重要的 好 这个是婚姻的目的 我们现在来看 婚姻的原则呢 这一段经文 我们看到了 人类的第一桩婚事 告诉我们 如果你的婚姻要幸福 四个很重要的原则 第一个原则就是 爱与顺服 丈夫要爱 妻子要顺服 我想这个在新约 也有这样的教导 好来 我们来读一下21节 预备 请 这是人类的第一个什么 开刀手术 麻醉 打麻醉 是吗 不过圣经应该不是 只是在强调 打麻醉 真让他 睡觉 取一根肋骨出来 最重要的这个沉睡 有两方面的意义 沉睡代表 你要放手 让上帝来做 所以婚姻实在是一个奥秘 婚姻是很 这个到底上帝要配合的人 是谁 这个是 这个掌握在上帝的手中 而且上帝才最有智慧 上帝才最知道你最适合配什么样的人 所以很重要 你们要把婚姻的主权交给上帝 你旁边还没有结婚的人跟他讲这句话 尤其是年轻人 来讲一下 你们觉得上帝的眼光比较对 还是你们的眼光比较对呢 当然是上帝啦 是吗 不然你真的结了婚以后 你就说我早知道他是这样 就不嫁给他 感谢主 要让上帝来带领 弟兄姊妹你们都听过 我跟巧琳牧师 我们结婚的故事 我在追巧琳牧师的时候 他不喜欢我这种类型的 因为我像小孩子丢高丢高 他不大喜欢 他喜欢像李远哲这样 戴黑框眼镜 穿中山装的这样 所以当我追他的时候 他完全觉得不可能 但是感谢主 他会把婚姻的主权交给上帝 所以他就跟上帝说 他直接跟上帝说 上帝啊 我的未来的对象 应该不是像天佑这种的吧 所以听神的声音很重要 上帝跟他讲说 你说的不对 他吓一跳 其实上帝很有智慧 上帝也不是跟他讲说 就是他啦 这个你们知道 有很多人很喜欢 看看对象是不是 他就翻圣经 有没有 一翻 你会翻到天佑你知道吗 我得罪的天佑 得罪的天佑 天佑 这样懂吗 谢谢主 所以要把婚姻的主权交给上帝 第二个呢 这个沉睡 亚当的沉睡 其实很重要的 注意听到 这个是预表基督的死 所以保罗用创世纪 他来强调 以福所书第五章二十五节 我们一起读预备 请 你们做丈夫的 要爱你们的妻子 正如基督爱教会 为教会舍己 所以丈夫要怎么样 怎么样爱她 跟你旁边做丈夫的说 你要为你的妻子舍己 用什么 我觉得圣经 圣经的伦理是这样 它一定是你很难做到的 你的弱点 它才会跟你讲 圣经为什么不是说 妻子要爱丈夫 为丈夫舍己呢 为什么他不是教 妻子 不用讲究为什么 对了 没错 答对了 一般而言 妻子比较容易爱丈夫 为丈夫舍己 是吗 是不是 是 丈夫比较不容易 专心爱妻子 为妻子舍己 有的丈夫爱事业 爱朋友 比丈夫 比妻子更多 甚至有的丈夫爱 看球赛 胜过爱自己的妻子 是吗 所以圣经特别教导我们 要爱妻子 就要为你的妻子舍己 好 还有呢 你看 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再读一下23节 她说什么 那人说 这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可以称她为女人 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 好 取出来 对不起 肉掉几个字 所以保罗就用这段经文 他延伸出来说 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 如同什么 爱自己的身子 因为她是你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你的妻子是你的骨肉 就是像你的身体一样 所以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 从来没有人恨悟自己的身子 总是保养顾习 正像基督爱教会一样 所以丈夫要怎么爱妻子呢 你要保养顾习你的妻子 跟你旁边的弟兄说一下 你要保养顾习你的妻子 保养顾习你的妻子 好 但是呢 很不幸的 通常也是妻子 比较保养顾习丈夫的身子 丈夫啊 不大注意妻子的需要 她比较顾习自己的工作 有的可能保养车子 还比妻子更多了 是吗 她的车子发出一点声音 就觉得不对了 赶快去保养 妻子不想发出多少声音 没有听见 求主赦免 怎么会这样呢 所以 求主让我们每一个丈夫 都要保养顾习妻子 我觉得薛大哥是一个我们的榜样 你看 她 为妻子做所有的事情 在生病的期间也不烦妻子 我真的觉得她是我们的榜样 还有一个也是我们的榜样 就是这个 你们知道这对夫妻吗 福座牧师跟伊婷 你们知道这个伊婷师母 其实她蛮辛苦的 因为她睡眠不好 不像我们这种 我常常还没 躺下去还没沾到枕头就睡着了 她就很 她很难入睡 怎么办呢 我告诉你 这个福座牧师 每一天 每一天 每天我问过他 真的吗 每一天吗 帮他要先按摩20分钟 你们有哪一个男人 做到这件事情 不只是这样 因为他的妻子不好睡 你们知道不好睡的人 睡同一张床 一翻身就会被吵醒 所以福座牧师很辛苦的 他睡客厅了 客厅有一张 然后呢 这个伊婷师母 如果还是睡不着呢 就半夜叫她 我还是睡不着 再按摩一次 真是非常不简单 你们当中 丈夫会帮妻子按摩的举手 有有有 妻子会帮丈夫按摩的举手 谢谢 好 好 好来我们再来读这一节经文 预备 请 因他比你软弱 与你一同承受生命之恩的 所以要敬重他 这样便叫你们的祷告 所以丈夫要敬重妻子 不可以有大男人主义 跟你旁边的做丈夫的说 你要敬重你的妻子 我发现 这个大男人主义是很糟糕的 所以中世纪有一个神学家 叫安瑟伦 他讲一段话非常好 他说上帝没有用脚板骨 创造女人 所以男人不可以把女人 踩在脚底下 上帝也没有用头盖骨 创造女人 所以女人不可以爬到 男人的头上来 上帝是用什么 肋骨 很有意义的 所以男女应该平等相待 所以不要有大男人主义 你看注意看 我们当中做丈夫的情侣留意 他说如果你们要敬重妻子 这样什么 便叫你们的祷告 没有阻碍 意思就是说 如果你不懂得敬重你的妻子的丈夫 上帝不听你的祷告 很严重 这是圣经说的 不是我说的 所以你要懂得敬重妻子 再跟你旁边做丈夫的说 还有还没做丈夫的 也跟他讲 你要敬重你的妻子 还有呢 丈夫要怎么爱妻子呢 要懂得欣赏自己的妻子 这个我们下一个主日的主题就是这样 欣赏会使关系更亲密 这个有人说 你看这个亚当帮夏娃取一个名字叫什么 女人 有人开玩笑说 这个女人 你们知道 这个英文男人就是man 女人就是woman woman对不对 这个woman是怎么来的呢 这是两个字加在一起 叫oh man 就是当那个亚当看到夏娃的时候就说 oh man 这样就是多么美丽的人啊 这样 ok 就像我一样 你看我的眼睛看的就是oh man oh不是oh my god 不是 ok 谢谢主 所以你要懂得欣赏 所以每一个男人来跟你旁边讲说 你要常常赞美你的妻子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一对也是我们的好榜样 这个魏力有来 我刚刚看到吗 魏力在哪里 魏力也是好丈夫 有一次啊 我们一起照相的时候 那个宋欣辉就喜欢开玩笑 秀秀来的时候说 你一个人会站两个位置的 还是说什么 这个魏力立刻斥责他说 你怎么可以说我老婆胖 非常好 人类的第一首情歌就是 哇 你是我骨中的骨 肉中的肉 所以就算胖你也说 你是我的大骨跟大肉 没关系 骨头有大有小没关系 Hallelujah 还是很美 非常好 魏力也是我们的榜样 好 妻子要顺服 来怎么看出妻子要顺服的 来你们注意喔 圣经里面提到说 当上帝创造夏娃的时候 就把夏娃领到谁的面前 亚当 然后亚当就帮他取名字 你们对这个经文 刚刚有没有很熟悉啊 对什么也是这样 对动物一样喔 所以意思就是说 上帝同样是把夏娃 让他服在亚当的底下 所以权柄 他要让夏娃尊重亚当的这个权柄 所以妻子一定要顺服丈夫 当然啦我觉得这个东西我们一定要特别讲一下 当头说你当头的意思不是很多男人说我是头 所以我说了算 好像就就指使妻子好像把他当庸人这样 当这个仆人一样 要求妻子摆一摆顺 顺服也不是不能有意见 冷气吞声满腹委屈 像个小媳妇不一样 好来 我们在夫妻爱营有教这两句话非常重要 我今天在预备的时候 我的二十说 嗯这两句话非常好 来我们来 你们当中每一个人学自己该学的功课 丈夫是头是什么意思 对啊 头不是只是整天在说我是老大 不 头 当头很辛苦 跟你旁边讲说 当头很辛苦 来跟他讲一下 因为你要什么 负起责任来 顺服是什么意思 交出你的决定权 这个很重要 所以丈夫是头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负起责任来 有解决问题的勇气跟能力 我常常在 我以前在带夫妻 我常常会问 来 你们觉得家里面教养孩子的主则应该是谁 妈妈还是爸爸 认为是爸爸的举手 主则教养孩子的是爸爸的举手 认为是妈妈的举手 好 错了 答案正确答案是爸爸 主则 我说主则 你们要记得 主则就很像我是我们教会的主任牧师的意思 并不是每样事都我做 我会把信捐牧区分派给他 但是我绝对是要负那个责任 所以这个观念很重要 简单讲 男人 你所有家里你都是主则 你不可以丢给你的妻子去主则 这个是很重要 很多男人 他把家里一切的责任都推给妻子 然后却常常把一家之主挂在嘴上 这个不是真正的当头 这个是臭头 缩头乌龟 不是的 所以呢 好不好请男人 你听到我是头 不要只是想到的就是我是老大 你要想到就是要负责任 你要负起你当父的责任 家里的经济你要负责任 亲子关系你要负责任 家里的属灵领导的责任 通通都是你要负责任 我在说不是说你做所有事 但是你要负责任 所以丈夫不可以 我发现有很多丈夫常常会骂妻子说 你把孩子怎么带的 其实应该颠倒过来 你的孩子你怎么带的才对 我们要把这个信念建立起来 所以妻子的顺服也不是乖乖听话 而是愿意交出决定权 弟兄姐妹可能你会问说 那如果你的丈夫没有信主 你还是要尊重他的决定吗 要不要 要不要 要非常正确 今天我在门口就遇到一个姐妹 她很想读侍奉学校 她的丈夫还没信耶稣 我问她 你要不要读侍奉学校 她说她的丈夫还没答应 我绝对不会教导 她说你的丈夫不懂 你不管她来读了 不会的 因为我最怕 你知道我常常接到什么电话呢 就是有一些 不是我们教会的 有一些丈夫打电话来告状 她说我的妻子整天去教会 然后她还骗我 她明明要去教会还骗我 这个实在是很不好的见证 所以弟兄姐妹 虽然他没有信耶稣 你还是尊重他 我们当中有太多这种见证 祷告祷告 最后 谢主 他是会愿意 那他就会 否则他会更恨上帝 更恨教会 觉得教会把他的妻子都夺走 所以顺服的意思是 你可以有意见 但是你愿意交出决定权 来我看看 你们都认识这对夫妻吗 善权跟季宣 你们知道善权跟季宣 哪一个看起来比较强悍一点呢 季宣 你们看季宣讲话 很快的 善权就是很温柔 但是我告诉你 你知道他们两个人 为什么会来我们教会 其实你知道我们教会不大喜欢空降部队的 我们教会的哲学就是 我们要自己人起来成为传道人 为什么我们会接纳他呢 我真的觉得只能说是神带领 他是我在神学院的同学 那么我听说他们没有教会呢 我就想说要不要介绍 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木炸 我们深坑活使教会在帮助木炸活使教会 他们没有传道人 所以我就约志豪牧师就跟他们聊一聊 你说你要不要去那个教会 因为我说过我们教会不空降的 那谈一谈的时候 感觉上季宣比较强的 我跟你讲 我发现很奇妙 上帝总是把那个方向是放在男人的头上 你知道吗 其实是 你不要看善权很温和 他自己主动讲出来 他说 我因为在做报告 我看了你健康教会DNA 我很羡慕你们教会 他说 我们有没有可能去你们教会 他提的 不是季宣提的 所以他这样提我回来认真想一想 觉得如果他们认同我们教会的DNA 那就可以 所以我从这件事情就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当中 你千万不要轻看你的丈夫 你们当中有女的跟他讲 你不要轻看你的丈夫 还没结婚了 照样宣告一下 真的 上帝就是要你 他是头 虽然他头比较小 总是头 没有关系 所以最 而我要说最有智慧的丈夫 是很愿意尊重 妻子意见的丈夫 这个才是最好的丈夫 其实我有时候再讲一种 倒讲不大出来 就是 妻子要顺服丈夫 我讲不大出来 原因就是因为我发现 我跟我的妻子 没有什么顺服不顺服的问题 我从来没有讲过这句话 我是头你要顺服我 没有 其实最好的就是 圣经里面讲到 妻子是彼此顺服 你们去看以福所书 他先讲彼此顺服 然后再讲 妻子要顺服丈夫 好 第一个婚姻的原则是 爱与顺服 我要赶快讲 今天的这段经文 因为太丰富了 内容很多 第二个就是要完全超越 来我们读一下这节经文 创世纪二章二十四节 预备请 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好 你看这里有一句话 我真的觉得圣经太厉害了 圣经绝对是上帝的启示 圣经竟然要人结婚的时候 要什么 离开父母 离开父母有两个意义 第一个 常常有人问 什么样的人才能结婚 你要足够成熟才能结婚 离开父母的意思就是说 他身心智 包括经济已经能够独立的人才能够结婚 所以几岁可以结婚不一定 有的人18岁就可以结婚 因为他足够成熟 我给成熟的定义就是 他有解决问题的动力跟能力 有的人50岁都不适合结婚 因为他根本没有长大成熟 所以你们奉献你们这些年轻人 不要只为你们的婚姻对象祷告 你应该为自己什么 为自己怎么样 更成熟 否则如果我是上帝 我说你整天为对象祷告 那我把这个人配给你 他不是很倒霉吗 你懂吗 不是吗 不是吗 主啊 为什么我的对象还没出现 当然啊 因为谁跟你结婚就很倒霉 不是吗 所以请你让自己 最重要是你自己要成熟 第二个呢 离开父母 这个很注意 婚姻的关系超越一切的关系 绝对不可以让第三者介入 当然我觉得在婚姻里面 外遇我们就不必说了 最容易介入婚姻的 当然就是父母还有孩子 最容易变成夫妻之间的一个障碍 所以很重要 我们当中夫妻应当留意 不要让你自己原来的家庭 成为新的家庭的干扰 那么我们为人父母者 你也一定要留意 不要让你的儿女独立自主 不要干扰儿女新组成的家庭 所以你知道吗 其实有一种 你们当中很多的姐妹 你一定要留意 有一种丈夫你千万不要叫 不要嫁给他 叫妈宝 你们都听过什么叫妈宝吗 就是他什么事情都问我妈 问我妈 你们知道我最近看到一个新闻 想要说道路有一对年轻人 蜜月旅行回来就离婚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办婚事的时候 这个妈妈就发现他们 哩哩哩哩哩 就是绕东绕西的 就不放心 独生子结婚嘛 所以他就说 你们要去欧洲旅行 蜜月旅行我跟你们去 这对妈妈的儿子也答应了 所以去蜜月旅行就 妈妈 这个不是很怪的事情吗 蜜月旅行妈妈跟着去料理 所以最后这个女的就觉得 这个 这个是妈宝 我不要跟她结婚了 蜜月旅行回来立刻离婚 妈妈 所以不要干扰 所以有很多的男人要留意 很多男人在跟妻子 跟母亲之间有冲突的时候 会很自豪地告诉她的妻子说 妈妈只有一个 妻子可以离婚再娶 我们以为讲这种话的人多么孝顺 兄姊妹 这个不符合圣经的真理 你们常常听到有很多人 常常要问她的妻子说 如果我跟你妈妈掉到水里 你要先救哪一个 你们是不是听到 常常很多人讲这句话 是吗 以后你们弟兄 以后有人问你这个问题 有标准答案就是 我会先救我妈妈 救起来以后 我会跳下去跟你一起死 这是最标准答案 那妻子要留意的是 有孩子以后 也不能爱孩子 胜过爱丈夫 我遇过有的妈妈 就觉得生了孩子以后 就只顾孩子了 这个也不可以 所以婚姻是超越性的 有超越性的 好 赶快讲 第三个婚姻的原则 叫做完全合一 刚刚提到说 要二人成为什么 一体 所以夫妻之间 身心灵都要合一 然后不能有隔断的墙 不能有沟通不良苦毒 或者是疏怨未聊 这个都会成为 婚姻里面很大的破坏 我跟我的太太 没有哪一件事情没谈过 我们有一点点不舒服 我们一定会都把它谈清楚 绝对是这样 这个是很重要 因为你会发现 有很多人有错误的教导 你们知道我们传统的教导 婚姻 你婚姻要幸福 第一 你一定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你们听过这个讲法吗 这是错误的 所以有一个笑话说 有一个人问一个做妻子说 如果你丈夫有外遇 你会怎么办 她说我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真的吗 你这么大方吗 她说不是 我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拿一把枪毙了她 所以我建议你们用后者比较好 那有的人说婚姻要冷气吞声 有没有 我们以前都忍耐 你就不要跟她吵 忍耐 所以你们都 我讲过一个笑话 讲她说 有一对夫妻结婚60年 那个妻子生病快死了 所以那个丈夫在床前 然后那个妻子就跟她的丈夫说 我已经要死了 所以我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 她说什么秘密 她说在冰箱上面有一个铁盒子 请你拿下来 结果一拿下来 她就看到里面有两个洋娃娃 然后有9500块美金 不少钱 然后她就问她说 这两个洋娃娃是什么 她说我跟你结婚的时候 我的祖母就告诉我说 婚姻最重要的就是忍耐 忍耐 她跟你吵架 你千万不要跟她吵 如果你心里很不舒服 就去知洋娃娃 这个是祖母教的 这个丈夫就很感动 我说你看我们婚姻这么久 60年只有两个洋娃娃 她就很感动 表示他们关系非常好 然后她就问她说 这个9500块美金 9万5000块美金是什么呢 那个是卖洋娃娃的钱 所以忍耐避开冲突 不但没有解决问题 只会让关系更疏离 甚至爱里面有惧怕 害怕对方生气 害怕起冲突 所以真正的婚姻 不可以这样的 必须要学会怎么样 化解冲突 面对冲突 所以来我们念一下 我们在夫妻爱里面讲 婚姻美满的三个要素 第一是什么 第二 第三 亲热色 第一个就是爱主 你看到明庆他们的见证 非常好 他们就是因为 有上帝在他们当中 三谷合成的绳子 第二个就是要常常存款 夫妻之间最糟糕的 就是已经不再谈情说爱 不再讲谢谢 不再讲对不起 这些都是提款 不断的提款 第三个就是要亲热色 我跟乔林牧师 我们今天早上就花了一早上 清垃圾 我们最近有一个不大舒服的事情 清了一早上 所以一定要学会怎么样 沟通 化解冲突 还有要清垃圾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主题 所以请大家参加 9月29号 9月30号的夫妻恩爱影 其实我们的夫妻恩爱影 就是在教导大家 怎么样沟通 化解冲突 我告诉你很有用 如果你愿意用那一套 我有时候跟我太太解不开的时候 我们就用那一套来做 你们知道 明庆就是在夫妻恩爱影信耶稣的 我本来知道 我知道他们的夫妻关系非常糟糕 甚至快要离婚 感谢主他来参加夫妻恩爱影 他就对教会开始改变 所以你们当中有些人丈夫还没信耶稣的祷告 让他愿意来参加这个夫妻恩爱影 你们可以学到很多很美好的功课 好 最后一个 婚姻的最后一个原则就是要完全的敞开 好 25节了 我们一起读一遍 请 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 对啦 夫妻之间要赤身肉体并不羞耻 当然这个赤身肉体并不羞耻 第一个是强调的就是享受上帝赐给我们在婚姻里面的信 我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很多人以为信是不好的 错了 圣经是要我们可以赤身肉体并不羞耻 好 那么还有呢 什么叫做赤身肉体不羞耻呢 就是你可以愿意让对方知道自己的软弱 还有呢 你愿意彼此坦诚没有秘密 这个很重要 那你们知道有很多的 这个有很多丈夫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这个我不讲了 很多丈夫有一个错误的观念 就是他觉得不应该把痛苦告诉他的妻子 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的男人 我听过很多男人讲一句话说 我每次回到家 我就把我所有在工作上的通通关在外面 不提工作的事情 我认为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 除非你的妻子已经得忧郁症 她已经承受不住 否则啊 听说什么 有谁会比你的配偶更关心你呢 你今天去跟一个你一起喝酒的同伴 告诉他你在工作上的委屈 他能帮你什么呢 他会真的关心你吗 有谁会像你的配偶这么关心你 然后如果他又是基督徒 有谁会像他这样 知道你的软弱跟需要 会认真为你祷告 有谁会 沙海光会吗 你说沙海光为我祷告 他说会 骗你的了 根本没有 回去就没祷告了 只有你的另外一半会 所以我的主张是 我觉得你应该要常常把你的痛苦跟他讲 所以当时夫妻二人赤身肉体并不羞耻 我觉得这个就是婚姻最高的境界 就是夫妻之间可以彼此坦诚 无所不谈 没有秘密 没有隐藏 这样的婚姻 你的幸福指数绝对爆表 所以好不好 来 兄弟妹我们今天没有回应师哥 我就想你们两个 你们还是两个一起祷告好不好 如果你已经有婚姻的 我们就为彼此的婚姻能够来祷告 如果你还没有结婚的 求主让你愿意持守这样的原则 那么如果你已经 你不可能有婚姻的人 那么你就为你的儿女的婚姻来祷告 或者为你的小组里面的婚姻来祷告 好 来 我们一起 有几分钟的时间一起祷告 之后把时间交给姓娟牧师 好 来吧 感谢观看